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奖 上台领奖时已是喝盲状态 直接在台上大胆向一位女员工写事告白 原以为是浪漫戏码 没想到 全场却弥漫着尴尬气氛 后来何嘉文才知道 那名女员工的老公就坐在隔壁 等于当场被戴绿帽 男员工也因为喝醉 直接自爆婚外情 何嘉文上小明星大跟班透露 曾经主持过某场的牙 最后的大奖是一个40多岁的男员工初衷 因为节目已经是卫生 男员工在喝醉的状态下上台领奖 一上台就失控喊出某女员工名字 高呼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人本以为是浪漫的告白桥段 没想到男员工是越讲越闲诗 我超想要X你的 我跟你说 我常常想着你 想着你打XX 自 眼看情况越来越不对劲 大家急忙将男员工请下台 男员工上台显示告白 图班社 自YouTube 女员工老公就坐在隔壁 图班社 自YouTube 没想到 男员工下台后没回位置 反而朝那名女员工作为直奔 接着一屁股坐在女生大腿上 抱着他直喊 我真的超喜欢你的可怕的事 当下那名女员工的老公 就坐在他旁边 单众被戴了绿帽 意外得知老婆和男员工的户外情 同桌的其他同事 才赶紧上前将两人拉开 事后和家文才知道 这两名员工的八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只不过 大家都没有明说 反而是那名男员工 因为喝醉 此报就断 不能说的秘密